大家好,欢迎回到时期社 今年4月,在香港上映的电影《命案》引发了观影热潮 影片中的命理大师伊璐为化解死结帮人改命转运 激起了很多观众对于玄学的讨论 那么命运真的可以改变吗? 今天,咱们讲的这起案件同样发生在香港 女主人公一家在大师的帮助下试图改变命运 而这次转运也彻底颠覆了她的人生 一个富家天才少女在消失了16年后 竟然变成了一个害死自己亲生儿女的母亲 这个女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她为何会如此狠心?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真相 本案的女主人公叫利凤怡 1972年出生,是家中长女 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父亲经营运输生意 在黄埔花园置办了多处房产 还有专职司机和保姆侍奉全家 在那个年代可以算是家境优渥 衣食无忧 但是由于利凤怡小时候体弱多病 而且在她出生后 家里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父母认为是她带来了美运 都将其视为扫把心 虽然在家中备受怨气 但利凤怡仍然积极面对生活 她就读于政府资助的基督教英文女子中学 并且表现优异 家女人有了私生子经常也不归宿 为了挽救这段婚姻保全六口之家 母亲用尽办法却也无能为力 直到有一天 利凤怡的母亲到长区的理发店里发 偶然看见桌上摆着一个精英样式的神像 上面贴着一个陌生男子的肖像 而旁边放置着一个一模一样的小型精英神像 贴着理发师的照片 这让母亲不禁有点困惑 于是好奇地问了问理发师 理发师介绍说 这是雷神观音像 上面那个是庇护她的大师李锦氏 这位大师在屯门主持着观音圣阳宫 拥有众多信徒 专门帮人起伏做法 转运改命 听到转运这个词 利凤怡的母亲立刻动了心 她想借此机会让大师帮帮忙 让老公重回家庭 一番沟通下 理发师答应帮她预约和大师会面 不久之后 母亲便带着四姐弟来到了位于屯门 横威工业中心的观音圣阳宫 起初 利凤怡的母亲还有些纳闷 这间佛堂怎么开在工业大厦里 但是进去以后 她看见里面人来人往香火旺盛 想必一定很灵验 在请求李锦氏做法之后 利凤怡的父亲居然真的回到了母亲身边 家庭重归和睦 从此以后 利凤怡全家便败入了李锦氏门下 每月供奉五万港币的香油钱 以事成心 李锦氏为此也给他们全家都赐了法名 而利凤怡更是深得李锦氏的关照 说他与自己有素式姻缘 并赐获庙园的法号 可能有人会问了 因为一件事就开始崇拜某种信仰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在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岭南地区的文化习俗 岭南文化渊源流长 在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港澳越地区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 与当地的百岳文化相融合 在经历了战争 殖民以及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后 民俗文化发展达到顶峰 在香港还是渔村的时代 只要渔夫出海捕鱼 家人们都会焚香起福保佑平安 一直到现在 香港的不少核心建筑 也都是经过风水测定才动的土 比如李嘉诚的长江大厦 汇丰大厦等等 而普通老百姓更是常常拜山起伏 必有全家平安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利丰仪母亲在家庭遭受危机的重要关头 求助玄学拜入观音圣阳宫 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 利家人也一定没有想到 这一时的转运 竟然改变了利丰仪的一生 李锦氏1952年出生 比利丰仪大20岁 外形消瘦头发灰白 他18岁时曾用一女子同居 育有三名子女 80年代 李锦氏还有过非法收受赌注 和殴打他人的案底 这位大师除了帮信徒弟子与观音沟通 还向他们售卖佛珠圣水 供奉的花朵 观音海报 以及各种周边商品 仅开光这一项收费 便从数千至两万元不等 以利丰仪的母亲为例 除了每月供奉的五万元 还需额外交纳两万元 才能将全家的照片放进佛堂 此外 利丰仪母亲还为家人祈求过药方 价格高达1300元 在这种暴力下 李锦氏很快就积累了巨额财富 名下拥有20处房产 3间工厂 7个出租车牌照 以及奔驰 劳斯莱斯等多辆号车 在拥有大量财富后 李锦氏并没有就此满足 容貌交好的利丰仪成为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16岁的利丰仪在会考之后 按理应该升学就读香港的大学预科 但她却选择了步入社会 做起了采购工作 1993年 21岁的利丰仪和交往6年的男友分手 开始与公司驻上海的同事交往 为了和男友长相私守 她经常飞去上海 几个月都不回家 为此 利丰仪的母亲将此事透露给了李锦氏 这名大使声称 利丰仪的气出了问题 而且极其严重 简单的做法无法解决 必须要当面过阳气给她 否则利家便会大祸领头 深以为然的母亲听闻后 急得马上让利丰仪返回香港 利丰仪回港后 被李锦氏单独留在了佛堂 而这位大使口中的开阴过阳 其实就是让利丰仪和她发生关系 尽管当时的利丰仪已经成年 但她和前两任男友都没有偷偿禁过 对男女之事并没有概念 一直以来 深信雷神观音庇佑的她 也没有质疑过大使的指示 李锦氏正是利用这一点 向利丰仪坦言 这种做法会损害洋气 如果不是因为和她有素食姻缘 自己也不会这么做 听了这话 利丰仪更加崇拜李锦氏了 认为大使都是为了全家才牺牲自己 于是利丰仪便听从李锦氏的意见 在观音深阳宫及外面的酒店里 多次进行了过阳气的行为 利丰仪既望于李锦氏为自己转运 避免给家里带来无望之灾 但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反复的过阳后 利丰仪怀孕了 她害怕家人知道 本想自己处理掉肚子里的孩子 但却被李锦氏阻止了 大使说 这个孩子是神胎聚集了洋气 会给利家人带来好运 万万不可打掉 不仅如此 她还告诫利丰仪 这是天机不可泄露 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也不能联络他们 否则将会有不可预料的后果 可是 好端端的一个女儿 如果长期不和家人联系 父母迟早会报警 这个叫李锦氏的大师 是如何让利丰仪 在16年内乖乖听话 又不露出马脚的呢 对于深岸交易之道的李锦氏而言 她清楚 自己既不能让利丰仪与家里联系 也不能一直白白养着她 于是便想了一个好办法 让利丰仪谎称去澳洲留学 跟父母索要了5万美金 这笔钱并非小数目 算下来也有20多万港币 但是想到是在国外留学 女儿本身成绩也不错 利家人也没有多想 只是要求她按时写信回家 此后利丰仪被李锦氏 接去了屯门翠林花园低层的一个单元养胎 而李锦氏的老婆梁颖兰 也就是她在盛阳宫的助手 同样住在这个小区的隔壁单元 梁颖兰比李锦氏大三岁 曾有过一段婚姻和两个儿子 1986年开始和李锦氏同居 之后 李良二人分别注册成为了中医师 并一起开创了观音盛阳宫 她知道利丰仪的事 但并没有提出反对 然而李锦氏不让利丰仪单独出门 平时只能待在家中 甚至连手机都没有 后来她担心利丰仪一人在家出了事 无法联络 才给了她一部手机作为紧急联系使用 在此期间 利丰仪也不是没有想过写信 或者打电话给父母 但李锦氏坚决不同意 唯一一次写信 也是李锦氏先把信由到澳洲后 再转寄给利家 直到1994年 22岁的利丰仪终于生下了孩子 于是她想和李锦氏登记结婚 让儿子有个合法身份 但是这个想法却遭到了李锦氏拒绝 原以为生下神胎 利丰仪就可以重新回到父母身边 没想到 这名大师并没有打算放过她 而是继续将其养在公寓里 李锦氏每月会给她6000块钱 但只准其出门买必需品 此外 每周还会上门一次 以过阳气为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1995年 利凤仪再次怀孕 但是她这时已经开始有了一些精神问题 常常失眠 需要服用药物才能入睡 李锦氏便借此把第一个孩子交给了梁颖兰照顾 利凤仪从此孤身一人 她的世界里只剩下了李锦氏 但没想到的是 1996年 在生下二胎李赵亨以后 利凤仪又怀孕了 第二年 作为三胎的女儿李宝家出生 利凤仪便独自照料次子和小女儿 对于长子 利凤仪不是不想照顾 而是连见面的机会都少之又少 她只能趁李锦氏送孩子去幼儿园的时候 躲在住处的停车场 远远的偷看一眼 就这样 他们一直生活在翠玲花园 利凤仪本以为自己可以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 但次子李赵亨的成长似乎不尽人意 或许是受到利凤仪怀孕期间吃药的影响 李赵亨患有严重的癫痫和哮喘 只能依赖药物控制 而时不时发作的她 在学校里也交不到朋友 受人排挤和霸凌 利凤仪非常心急 求助李锦氏帮儿子做法 没想到对方不仅不帮忙 反倒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气有问题 才会害得儿子这样 很可惜 次子的病情没有随着她的成长而好转 反而是越发严重 发作时会对母亲进行殴打 甚至挥刀砍人 利凤仪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 为了改变现状 她在家中开设了补习班 接待了不少社区小孩前来补习 这样一来 不仅子女们有了新玩伴 还有助于改善李赵亨的自我封闭 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 利凤仪是怎么脱离这种生活的呢 为什么她最后要杀死自己的骨肉 这个招摇撞骗的大师 又是如何身败名裂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08年 利凤仪的母亲听闻了很多李锦氏的不良行为 不少信徒反映 大师会以一些奇怪的借口 来和他们进行不必要的身体接触 这时候 她才渐渐地意识到 自己信奉十几年的大师 根本不是什么观音化身 而是道貌岸然的衣冠行寿 于是 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信徒都退出了观音圣阳宫 这一退出 李锦氏的资金链立即断裂 她也坐不住了 马上要求利凤仪去说服家人 重回圣阳宫 消失了快15年的利凤仪 第一次拿起手机注册了社交账号 在个人主业找到妹妹 劝她和母亲继续去找大师学习 看见十年多年的女儿发来信息 家里人先是惊喜 接着又开始担忧 因为女儿的信息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劝阻她们不要退出圣阳宫 利家人开始怀疑 女儿的消失八成就是和李锦氏有关 几天以后 利凤仪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 虽然没有明说他们的父亲是谁 但利家人已经猜到了一切 利凤仪的母亲更是后悔莫及 家里人本想让利凤仪与李锦氏断绝关系 但一想到对方还是通晓一些道法 担心会对他们全家实施不良法术 于是选择和利凤仪保持一定距离 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直到一天晚上 母亲和妹妹收到了利凤仪的电话和短信 但是都没有回复 因为利凤仪想要带两个孩子回娘家住 母亲一方面担心李锦氏心生不满 加害他们 另一方面 利凤仪的父亲正在做换肾手术 家里也不方便 他不愿意再承担女儿和两个小孩的琐事 于是便没有同意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拒绝成为了压死利凤仪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9年10月11日的晚上 梁颖兰与前夫的儿子举办婚宴 但因为是梁前夫主持的婚礼 李锦氏并没有出席 婚宴结束后 梁颖兰独自回到住处 李锦氏则和利凤仪在唱K 事后还下楼吃了宵夜 或许是不满梁颖兰让前夫主持婚礼 李锦氏喝了不少酒 而利凤仪也没忍住心中 对梁颖兰当年带走自己儿子的怨恨 给梁打了一通电话 骂她是虽女人 生的孩子不信礼 这通电话让梁颖兰心生怒火 和利凤仪吵了起来 回到家中 三人更是吵得不可开交 利凤仪说 梁颖兰不是郑主夫人 梁舅爆料说 李锦氏同时还睡了其他几个女性徒 也都给她生了孩子 甚至还要早餘利凤仪 并嘲笑 她连九号情人都排不上 听闻此言 利凤仪瞬间崩溃了 立即质问李锦氏 到底是不是这样 没想到 这个半醉不醒的大师 还说她床际很差 所以从来不在这里过夜 梁颖兰看到利凤仪落入下风 一脸得意 更是直接摊牌 说李锦氏根本没有什么通灵的本事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额钱罢了 立凤仪不敢相信 这十几年来的信仰居然全是假的 她所经历的一切痛苦 不过是这个神棍为了满足私欲 强加给她的 从头到尾 自己只是一个玩物 第二天 不愿相信这一切的立凤仪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 给李锦氏打电话 想要从她口中得知真相 但李锦氏整天都没有接电话 她便再打电话给母亲和妹妹 但也毫无回应 10月13日 因为原本约好了 要和补习的孩子们烧烤 立凤仪还是如约去超市 买了碳和果汁 没想到给孩子们补习不久 她就因为精神太差 中断了补习 送孩子们回去了 到家之后 她还是继续给李锦氏母亲和妹妹 打电话发短信 但三人都没有接听和回复 立凤仪的脑子里 一直回荡着一个声音 没有人在意我 没有人爱我 我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晚上10点左右 她依然没有放弃打电话 因为怕吵到孩子们睡觉 便把之前失眠时 医生开的药拿了出来 她把药片掰成两半 分别混在橙汁中给儿女喝下 在安顿好两个孩子后 李锦氏仍然没有回复她 立凤仪此时不断在想 孩子们以后是不是没有人管 她有那么多的女人 自己又算什么 立凤仪一边上香 祈求李大师跟她说明真相 一边仍然坚持拨打电话 然而 她听到的只有机器语音 慢慢的 立凤仪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 开始不断的吃药片 还把烧烤的炭拉进房间里点燃 社区邻居看见浓烟从楼房里飘出 感觉不对劲 于是拨打了消防电话 凌晨12点左右 消防员上门 看到烟雾从单元门弥漫出来 于是便赶紧敲门 立凤仪听见声响醒了过来 便和消防员解释 是自己在烧香 打找了别人不好意思 消防人员不放心想进去查看 立凤仪则说不想吵醒孩子 消防员也就以善意虚报处理 收紧归队 见到人员撤离 立凤仪又服下了两粒药片 和子女一起睡下了 直到第二天下午一点 立凤仪醒来发现 两个孩子昏迷不醒 她第一时间没有报警 而是选择给李警氏打电话 求助做法 但对方仍然没有接听 立凤仪在留言信箱中说道 如果子女出了什么事 保险受益人是李警氏 但即便如此 大师李警氏还是没有赶来 立凤仪于是给梁颖兰打电话 说两个孩子没了反应 自己杀了他们 但梁颖兰以为立凤仪在开玩笑 还说是真的就去报警啊 立凤仪心如死灰 想和孩子们同归于尽 她又烧了一盆炭 服下药片后开始等死 大概是上天可怜立凤仪 她吃了那么多药 加上烧炭 却没有如愿死去 下午三点左右 她醒了过来 看着已经没有呼吸的孩子 她拨打了报警电话 说自己杀了人 警方赶到现场以后 两个小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医生推测 立凤仪可能是服用了大量药物 导致其呼吸缓慢 阴氧化碳摄入量远低于两个小孩 所以没有中毒致死 那么立凤仪需要承担什么样的罪责 李警氏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经过多方调查和资料整理 2010年11月案件正式开庭审理 本案的疑点在于 立凤仪带着子女一同烧炭 是不是故意而为 对此 辩方律师指出 立凤仪早在怀二胎时 就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躁愈症 她为了不影响别人 强行让自己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 但实际上病根有存 加上此次的精神打击 对她而言 这种极端的方式是一种解脱 身为母亲 也是想让孩子们不受伤害脱离苦海 同样 立凤仪补习班孩子们的家长 也纷纷出庭作证 他们表示 立凤仪为人善良热心 经常给孩子们做饭 送他们回家 面对家庭困难的子女 也一视同仁 甚至减免学费 大家都希望陪审团能酌情审判 但是 控方针对电话留言中的 保险受益人提出了质疑 认为立凤仪 企图用烧炭挽回 李景氏失败后 想用这种方法推卸责任 对此 立凤仪坚决否认 说自己和李景氏 只是过阳气的关系 她一心求死 没有想过要伤害孩子 立凤仪情绪激动 变称自己非常后悔 不知道做了什么孽 两个孩子都没了 法庭上 李景氏说 从没有在观音盛阳宫 为立凤仪开阴过阳 只说自己当时花了一万八千多元 带她去豪华酒店 同住了五天 辩方律师反问 梁颖兰 有没有以九号情人都不如的说法 刺激立凤仪 李景氏则没有正面回应 面对那天的吵架内容 她说自己因为多年糖尿病 性能力衰退 不可能吹嘘那方面很厉害 其他的则说喝醉酒记不清了 在停后面对采访时 李景氏表示 对两个子女的死感到可惜 还说她会去抽空探望立凤仪 但事实上 李景氏在庭审后便没有出现过 甚至在两个孩子出病时 连一个花圈都没有送上 在精神治疗中心 李凤仪一听到有关孩子的事 便伤心欲绝 甚至想要再度寻死 幸运的是 在亲友们的悉心照料下 她慢慢地有了继续生活的希望 在积压期间 她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写信给屯门区议员忏悔 表示拉子女下水过于自私 希望行期不要太长 她还想早点出狱 给屯门的孩子们补习 好好回馈社会 在立凤仪的两度写信下 议员朱耀华也为之惋惜 把信件成交给了法庭 2010年11月23日 由五男两女组成的陪审团 最终一致裁定 立凤仪两项谋杀罪名不成立 两项误杀罪名成立 法官以十年刑期为起点 考虑立凤仪认罪态度良好 最终判定有期徒刑七年 此年立凤仪通过律师提起上诉 2011年9月 上诉法官以量刑期点过高为由 将她的刑期减至四年 立凤仪的母亲和家人 在她出师后深感后悔 每周都会去监狱探视 风雨无阻 而李锦士则从此消失在了她的生活中 时至今日 立凤仪早已出狱 我们也希望她的生活越来越好 而大师李锦士今年也已经71岁 据了解 在当年那起案件中 她没有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 或许是多名女子为其生下的孩子 顾及感情 又或者是与立凤仪母亲一样 担心被她的法术威胁 没有媒体报道 李锦士在此后有任何的案件纠纷 目前唯一可以知道的是 她在晚年百病缠身日子也不好过 回顾这起悲剧 我们可以发现 立凤仪的家人 在收到女儿留学的请求时 其实就有机会阻止这一切 哪怕当时只是帮立凤仪买机票 或者陪她一同去机场 都不会让其那么容易地 遭受十多年的精神控制 相信通过此案 我们也刷新了对于这些神棍大师的认知 也更知道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好 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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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